第1809集 所以现在清除了罗家的底细以后 他们一个个的都沉默了 北明看向了叶浩轩 他要看看面对西方的强者 这个少年到底怎么应对 可惜的是 叶浩轩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异常 他还是一副淡淡然然的样子 不错嘛 找到瓶头了 而且你这个瓶头还十分的厉害 连西方的强者都能请得动了 不错不错 真的很厉害 叶浩轩不住的点头 他双眼中突然幽芒一声 一边的邓文山身体里一个激励 然后他便僵硬在当场 一动也不动了 哼 你知道怕就好 现在放我父亲离开这里 然后你自己也滚出宝岛 并保证以后不踏入我们这里一步 我或许能考虑放你一马 邓紫燕冷笑道 但如果你不配合 那就不要怪我们 烦恋无情了 很好 威胁我 叶浩轩小的更欢了 他右手一指 只见神情有些呆滞的邓文山 突然拿出了一把刀 爸 你想干什么 邓紫燕吃了一惊啊 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他身后的保镖就挡在了他的跟前 邓紫燕的心里还是有鬼的 他之前利用邓文山卧病在床的机会 夺走了文山集团的大权 毕竟邓文山是一方大佬 他对自己的这个父亲心里也有记忆 现在他最怕的就是邓文山突然向自己发难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自己以后就算是身后有逻辑 那也是不好办呢 其料邓文山一言不发 他拿起刀子就向自己的大腿上扎了下去 随着邓文山的一声惨叫 他的大腿被自己给扎破了 邓文山死脚着 大腿上血流如注 这一幕让邓紫燕惊呆了 他惊叫道 爸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邓文山哭丧着脸 他说着又拿起匕首 对着自己的另外一侧大腿刺了下去 吃的一声 鲜血又似箭而出 邓文山杀猪一般的声音 再次在他的喉咙里传了出来 传出了好远 夜生 夜生 我求你放了我吧 我求你了 邓文山的哀嚎声 让人无不心惧啊 本来说邓文山这种人也算是一方大佬 也算是见过很多血的人 那要是平时一把小匕首 哪怕是在多刺激下 他也不至于会这么的怕 但是现在站在他眼前 逼他用刀子刺自己的人 不简单 这就击溃了邓文山所有的心理防线 他只求一件事情 那就是求夜好轩能放过他 除此之外 他想都不敢想 没办法 你的女儿太厉害了 我好怕呀 我得压压惊啊 既然他这么的想让你去死 那你就去死吧 夜好轩相信啊 邓子嫣绝对不是诚心的对待他老爸的 他也不是诚心的要救他老爸出去的 他之所以这么刺激自己啊 那就是想让他杀了自己的老子 然后呢 他在这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的心肠是十分的歹毒 这种用毒计杀死自己父亲的行为 换了其他人 那恐怕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他像是没事人一样 这就让夜好轩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了 人应该冷酷到什么地步 才能冷酷成这样啊 夜少 我求你 我求求你 邓文山扑倒在地上 他连求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可惜啊 夜好轩还是没有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 夜好轩右手一指 邓文山突然拿起匕首 对着自己的左手三根手指就砍了过去 他这一砍几乎是用尽全力的咔嚓一声 他的左手三根手指被他用匕首斩断 邓文山惨叫了一声 他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然后浑身颤抖了起来 行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夜好轩站起来 他冷笑了一声 我知道 你的闺女迫不及待地想让你去死 我也想让你去死 但是你想死 你有你自己的死法 而我也不想让人把我当作手中的枪 你说是不是啊 邓小姐 夜好轩回过头看着邓紫烟 邓紫烟的神色如常 但是他被夜好轩给说中了心事 只是他还能保持着一份镇定罢了 但是他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他 他的内心有些慌乱 好了 你带走你的父亲吧 夜好轩笑了笑 你想让他死 用你自己的方式 千万不要借着我的手 我不喜欢被别人利用 另外 你欠我的诊金 三天之内必须补上 如果三天之内补不上 那不好意思 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至于怎么不愉快 我想 你懂的 夜好轩给了邓紫烟一个警告的眼神 然后他站了起来 回头看了一眼 北明吉老 夜好轩的眼神十分的灵敌 他这一眼就看得北明吉老 无不低下了脑袋 几位老人家呀 年纪也不小了 奇门江湖是奇门江湖 普通人是普通人 以后 千万不要再插手普通人的事情 不然的话 会遭天谴的 夜好轩淡淡的说 夜先生说的是 我们以后 绝对不会再插手普通人的事情了 如果有 定遭天谴 北明恭恭敬敬的说道 至于你 夜好轩把目光别向了邓紫烟 今天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但是你千万不要再试图挑战我的底线 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 希望 你也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 如果你能的话 我们两个相安无事 如果不能 后果你懂 夜好轩说着大步踏出 扬长而去 姓夜的 看着夜好轩的背影 邓紫烟恨得咬牙切齿的 但是 他却不敢真的 让人去追夜好轩 因为他知道 这个人到底有多可怕 回到了酒店 夜好轩就给陈若曦拨了一个电话 你是说 罗家现在跟西方的强者有关系 陈若曦得知了夜好轩的话之后 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没错 夜好轩点头 这是今天邓紫烟亲口承认下来的 也有可能是吓我的 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我在这边没有什么眼线 所以只好问问你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得认真地去查一查 陈若曦沉吟了一下 不过这需要点时间 不急 你查着 我这边也找人打听着 只要他们真的 跟西方的强者有关系 那就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我们顺着这些痕迹找就是了 另外 我还想知道 西方强者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我跟他们的接触不多 半强者 然后是一级到六级的强者 这与真武者的实力相似 这些强者 大部分是得到了 他们西方某些神灵的庇护 实力各不相同 西方的神灵庇护 夜好轩有些不解 难道他们西方还有神灵的存在 没有 远古的那场灾难 几乎没有人能躲得过去 所以现在 他们西方的强者 是靠着信仰之力 他们的力量 也来自于他们的信仰 哦 原来如此 信仰之力 我仿佛懂了 但是传言 西方将会有赤天使的降临 这类似于 一种神灵的戒体重生 只不过这种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但长久发展下去 也未必不能成功 因为西方的强者们 一直在想办法 召唤他们的神明 来到这个世界 挺复杂的呀 叶好轩皱了张眉头 那 罗家的强者 是哪位强者呢 这个我还不清楚 西方强者 也和真无者一样 分属不同的派系神明 这点你放心 他们一时半会儿 倒也不会那么容易聚集起来 但是你在外面 要小心 行 我知道了 你休息吧 我找人打听打听 罗家到底是什么来的 你在的那些地方 不比国内 所以你千万要小心一点 而且你现在 已经招着了西方的强者 所以你更得小心 行 我会小心的 唉 我说 你怎么像个小媳妇一样 叮嘱得没完没了的 你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行了 我不理你了 我现在就去查查 罗家的底线 陈若曦有些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叶浩轩还没来得及说声老婆再见 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叶浩轩笑了笑 然后放下了手机 西方的强者 手已经伸到宝岛这里来了 既然他们的手已经伸长了 那么叶浩轩 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突然心中一动 他下意识地走到了阳台上 向着一个方向看去 叶浩轩订的酒店 是观景带的楼层 可以说 这是这个城市最高点了 他走到窗口的时候 感应到了一个方向 有一股极强的神眼 在向着自己狠狠地撞击而来 叶浩轩向着那个方向看去 只见那个地方是一座教堂 这也是这个城市的特殊建筑 也算是一个制高点 只见在教堂的楼层上 有一个身穿西装 看起来十分绅士的男人 在顶上站着 这样的高度如果是普通人站到那里 恐怕会被吓得浑身发抖 但是对方似乎无视了这点高度 借着月色 叶浩轩明显地看到了 这家伙的双眼里 露出了点点的寒光 一抹幽芒 从对方的眼中发出来 然后他向着叶浩轩 做出了一个手势 意思就是跟我来 很挑衅的手势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一步踏出 人已经出现在阳台的外 然后他身形一闪 纵身跃向了一边的建筑上 这大楼太高了 叶浩轩跳下去虽然没事 但是也会被摔个七温八速 叶浩轩才不傻呢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摔自己 叶浩轩从一个建筑 越到另外一个建筑 他距离教堂的方位是越来越近 叶浩轩看着叶浩轩进了 对方冷笑了一声 然后纵神跳开 向着远方急奔而去 他的速度很快 当然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快 但是对于叶浩轩来说 也只能说是一般 叶浩轩就冷笑了一声 他知道这家伙是想引自己 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极有可能 有一个陷阱 已经挖好了 在等着自己跳下去 但是叶浩轩就想看看 这家伙到底是想搞什么鬼 他用着不紧不慢的速度 跟在那家伙的身后 不追上他 但是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走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只见前方的一片竹林 就挡住了去路 这片竹林是一个小花园里面 叶浩轩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看着眼前的树林 叶浩轩信不走了进去 他的神念四散而去 他在找着这家伙的气息 他觉得这货真会故弄玄虚 不过没关系 叶浩轩打算像是猫捉老鼠 跟他玩玩 只是对方的神识 似乎也不简单 飘飘乎乎的 让人捉摸不透 他到底在哪个方向 你不打算出来跟我见见吗 叶浩轩笑了 他觉得对方做的这一切 那是故意的营造气氛 给自己一个下马威吧 羞的一声响 一条黑影 从叶浩轩的一侧 快速的闪了过去 叶浩轩迅速的转身 但是他只看到一条淡淡的影子 留在空气中 因为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快的 让叶浩轩有些猝不及防 停车